这款Lamania 2310首相链的Cornograph机芯 是机芯里面经典之中的经典 不单是80年前赢尽一时 到今时今日也是具有影响力 很多大的牌子都用过 包括Omega 321机芯 321也是经典的 现在都是161或361位主 Patek Philippe 27-70 亦是基于Lamania 江斯丹顿1140机芯 亦是这个蓝本 保机Caramba 5287 亦是Lamania 2310 只不过是一种不同的演绎 手动机芯没有一个自动架 整个感觉 和一个自动架架是非常不同的 用在这个架架架架就更加好 就算是一种手动的三针架架架 看完全相 夹板如何如何 它的打磨或者度角是怎样 都可以尽量无为 但是 放在一种手动的 Cornograph机芯 我想是另一个层次 配合整种感觉 原因就是 没有其他的标芯 有这种Lamania 2310 那么多的机械层次感 最美的就是这一块 Intermediate Bridge 它的层次 其实它是高了一层 只是甲板 摆轮甲板 和Intermediate Bridge 已经是两个层次 包括 其余下面很多 Hammer 不同齿轮 好像 整个蜘蛛网 不同的建筑裙 这样的 秒针 一定 在 九点钟 九点钟的位置 其实就是 迪的三点钟 对面 所以你现在看到 是一个 逆时针的方式 转动 你反转 其实那个是秒针 是一个 顺时的功能 现在未开Cornel 纯粹是秒针走 你都看到一个 摆 秒针 还有一个 过渡的齿轮 在转 这三样东西都在移动 当开了Cornel的时候 他的杠杆 徐仔 就会把这个轮 拍过去中心的 离合 那个叫滑轮cam 又是另一个景象 你看到 水平的离合 看着它 也是 手动的 自动 手动的 计时机身 才可以给到你 很多时候 那个 Intermediate Bridge 就是那个钟桥 是作为 不同品牌的装饰 我记得 Peter Phillip 或者是 江斯丹顿 就将它 做到一个 Y形 然后在上面 就做一些 修饰 去代表它自己 因为 其中一块 也有很明显的甲板 因为它也是升高了 亦都可以有 稍微 稍微有 不同的切割 这个牌子 Paul Picard 你看到是这样的形 其实大底上 都是Y形 因为它要 主要是 管着 这个 Cornograph的齿轮 和这个 Counter的齿轮 钟标的欣赏 不外乎几样东西 牌子意外 如果说机芯 都是打磨 打磨好不好 一种 功能 複杂功能 和 就这样三针 的确有分别 就是你面对 陀飞轮 或者是 文标 複杂 万年力 另外 我觉得 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种 层次感 和机芯的 机械感 很多方面 这种标 真的是 Lamania 2310 无论在整个 机芯的历史 标坛 或者是整个机芯的造工 整个结构 或者是齿轮方面的系统 亦都是 没有令标迷失望